谈到欧古湿地 其实很多人去那边赏花 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 但是发现那边空气当中 弥漫着竹粉尿的味道 但是这个并不是没有解答 不过这养猪的事情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有趣 当我进去里面看的时候 也非常压抑 因为我生平也没有看过 这个叫五万头猪 养在一个地方 那到底是多壮观 所以我们那时候常常笑 终于明白什么叫做 大猪小猪落一盘 你看到你会真的觉得很可爱 因为确实也很干净 猪我们通常只把它叫做水瘦 其实猪是喜欢水的 如果没有水的话 就不太容易过得很好 所以他喜欢泡在水里 或者说喜欢有个水窗的 所以在整个区域里面 他们有很多水的这种空间 只是猪泡过水之后 排泄物这些 我们要好好的想个法子 让它变成新的能源跟资源 这养猪的生产 其实可以跟整个 就开发出来的农场 不管是肥料 不管是水 他们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共享的 可是慢慢慢慢的 开始吸引观光了以后 几乎第一次到那边的游客 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都会千夫所指的是 谁在泡河环境 常常就会听到很多游客 会打电话去客树 然后就说 为什么不慢慢赶走 这种说法 大部分就是为了满足A 那就希望B牺牲的 所以没有想到说 原来那块地 本来就有这个味道 那是地主原来的味道 其实猪汁 他们对于环境的清洁 是很要求的 是的 虽然去滚那个泥巴 它事实上滚是很有学问的 人是对猪有蛮大的一个误会 所以养猪场真的是要维持干净 是的 那时候你们要处理的一个量 其实是很大的 单单这样的水量 大概一天去这样子计算 大概差不多要 一千吨到两千吨的水 所以可想而知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丰沛的水源 那这些水源 就成为湿地的营养供应的话 就可以看到 从猪场 然后经过他们自己的这些渠道输送 到湿地里面的这些不同的水池之后 它养出来的生物呢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庞大 就支撑了许许多多的鱼 当然水鸟来 这是个buffet 大家就来这边吃鱼的buffet 所以当然就吸引这么多水鸟 一起过来这里 第一个 我们先让这些保育的人了解 生物所产生的这些 我们把它当作是排泄物了 那其实它就是另外一个食物链的 食物的来源 就鱼变多 或者说里面还有很多水生的植物了 当发现它在生物链里面 有它不可或缺的关系的时候 接受的人就开始变多了 可是那游客还是一样觉得 味道就是不好闻 其实因为养猪场 它是在某一个特定的位置 意思就是游客的导引路线 你不要走到它的下风处 你在某一种不同的季节 你知道风向的时候 你游客应该走的路线就可以不同 其实你就不会闻到 我们也让台塘知道说 现在有一些更新的方法 甚至不会有味道 而且整个生产物 又可以成为新的一个生产的能源 就是所谓的早气 它自己做的改善 也带来它自己的收益 那游客因为刚刚讲到 说我们已经明白了 它的整个风向 整个范围 所以变成导览的不同 为什么这一次要走这里 这次要走这里 它又变成另外一个故事 让人家发现说 原来有些故事 是因着我们在不同时候选择 我们就可以明白 很多背后的原因 那生态者更欢迎说 原来这些合在一起 才真正成为人跟 我们大自然在互动当中 彼此调整适应的一个故事 所以现在的这样的故事 就在敖古实地里面 也逐渐成为他们运作 跟解说的一个典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面前后有点坏 今天是个典范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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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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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认为我